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跟农粮署署长胡忠一按下订单 为台湾各文旦主要产地农会组成的 台湾文旦大联盟所推出的云端购物平台站台 让消费者在疫情期间不用出门 就可以品尝到台湾十大产销履历的文旦 文旦是粤大果 比较不甜 那我们就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个加工 包括环保清洁剂 包括做柚子的这一个柚子糖 或者是其他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加工 今年总共设定超过1000公吨 那最后当然就是内销了 那感谢我们的文旦大联盟 在全台湾各地举办了许多的 这样的一个促销活动 不管是口感绵密 侯韵家的中南部文旦 还是果肉Q弹 之多味美的东部柚子 以及甜中带酸 香味浓郁的北部文旦 只要动动手指 透过手机与LINE 都能够让您带回家 现在是先用买500送100的 这样的一个柚箱券 今年最大的突破是 所有各地的农会超市 都可以来卖 只要来卖 那他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柚箱券 更重要的是 在下个月我们就有农油券 那888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 各式各样吸引消费者 把五倍券用在农业部门的 这样的一个优惠措施 我们会尽快的来公布 由于今年上半年气候干旱 文旦果实比起以往还小 但甜度跟品质更高 目前整体价格跟往年相比 在水准之上 农委会也祭出好康 欢迎韬客朋友前往品尝 记者顾餐永 台北财宝萌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准备 请不吝点赞